回憶過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記憶體喔 這個記憶跟回憶都是相思 是 好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血液相思 我清楚喔 血液相思是不是要斬價 我不知道很多東西要斬價 所以斬斬斬萬物皆斬 我們要幫你找到斬價特標股 重點是什麼 一起瘋狂 一起喘 記憶體族群全都強 今天我們節目很精彩 有些斬價特標股不止韓韻甘甜 還有很多神秘標股 今天節目一定要看喔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肉依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今天想了一個很遠的梗 這個意 回憶過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嘿嘿 最近準備了這個相思 為什麼 相思嘛 相思啦 回憶跟記憶 都是相思嘛 沒錯 沒關係啦 這個哏喔 其實我承認 是我想的一個爛哏啦 好不好 還準備了一個很好吃的產業啦 可是血液相思我不知道有沒有斬價 可是我知道最近很多東西有斬價 喔 這個有沒有看到 所長 有沒有看到 住大家所長 18塊 這個都吃看看 我就不想吃說蛋有多好特別 你們一定想吃看 真的嗎很好吃啊 真的嗎吃了吃吧 台南映化 我的家鄉的名產 所以你已經吃過了 嗯 我覺得他夠做腥化 好吃嗎 這沒什麼特別耶 好喔 那我們就來介紹來賓 我覺得就很像 等一下大家試試 可是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我要再吃一個看看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可以啊可以啊 我跟他講 我覺得他有一點像 茶葉蛋加阿婆鐵蛋 我心腦不錯吧 不信你看吃看看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來賓有沒有 你看看所有都漲價 因為這台股都漲價了 台股漲價 要怎麼講 從低潤 從記憶體 什麼都漲 記憶體低潤 IC設計 風設計要漲啊 什麼超風也漲啊 沒錯 主價都崩啦 晶圓代工也漲啊 重甘也漲啊 是不是 全部都漲啊 對不對 漲漲漲萬物皆漲 漲到外來太空去了 所以什麼都漲了 所以我們要漲到一個漲價特標股 記憶體出去全都漲 還有一個漲漲漲萬物皆漲 找到漲價特標股 所以你看 科學面也漲 10塊錢 大坡路 15塊錢 本來10塊8塊 這個喔 是不是 15塊 這個咧 10塊 10塊喔 以前我吃3塊錢的 你吃3塊錢 不然你暴露延期 就是30年 好 小時候喜歡嗎 科學面一定要這樣吃 你知道怎麼吃嗎 怎麼吃 它科學面就是你要先把它 那個加進去以後 然後把它用碎 用得很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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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來不能理解科學面整包吃 你要把它用碎 這樣子 好 算我沒收光 力氣太大了 好 可是要你們加獎 我們要故意賺得優雅的樣子 好不好 好 你不是有像爆橘子嗎 我現在爆科學面 爆麵圈 爆麵圈 好不好 爆麵圈 來爆麵圈 謝謝你 好不好 三個 來 說我們找三位分析師 第一位來贏 中寬珍分析師 最帥氣的 中哥好 中哥好 你要爆蛋嗎 吃個茶餐看看馬雀好不好吃 吃一下 你吃一下 大家想看你感覺 我有記憶來 科學面就已經是10塊了 你看他每次都要頂我 頂我老 他也頂到我 因為我記憶是6塊 至少是你有記憶 你是失憶 我沒有啦 開玩笑 失憶難啦 你吃看看嘛 你今天好不好吃 是不是加阿婆鐵蛋 沒什麼特別啊 我怕一口吃耶 88塊吃是阿婆鐵蛋幹嘛 你趕快講話 我覺得比較入味啊 對啊 他說比較入味 比較入味是不是 好好好 那我們 那這個有沒有比較台味的 注意比較台味 比較會唱歌的 入味跟台味 來 來 七桑我 蹦蹦蹦蹦 我最愛的 蹦蹦蹦蹦 摩托 摩托 這個 大家好 因為 我剛好 這一次又跟Posh南 同台嘛 上次唱單車 這次要進步一點 所以變成摩托車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 詹正月老師 一點都不老 他看起來很老而已 可是我跟你講 對 你不要這樣子啦 可是我跟你講他唱這個歌以後 我只是長得比較著急一點 好不好 對對對 他唱這個歌以後 你就覺得他離70歲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 他離70歲至少差 1、20年我看有沒有 對啊 好像有 有 有 他其實很年輕的 可是他唱這個歌 我都沒聽過 我很佩服 我也沒聽過 來 第三位 來 古怪教授 謝神燕 謝教授 我要講我那個時候沒有科學麵 我是王子麵 怎麼辦 我也是王子麵 現在沒有王子麵了嗎 現在 我有吃過那種小包的王子麵 這什麼 好像還有 一塊錢 一塊錢 好不好 吃看看 所以看他吃忍不住 我也好想 好辣 吃王子麵 科學麵是真的不錯 我現在吃王子麵 是因為我們現在改當王子 對 好 好不好笑 郭王子 福利社先解盤 王子來解盤 來解盤 好 正272點 來 那我們問一下公主 4681怎麼看 怎麼看呢 怎麼看 這個量說 現在好像都平均水位 在4000多一次 可是你看喔 這個爆大量位置區 他不是用爆量去攻擊他 是 代表這個籌碼很穩定 是 對不對 好不好 我們再問一些來賓 後面還有沒有高點 好 王子中 不是那個蛋糕的高點喔 好不好 我們沒有準備高點給你 好 三位我們都舉圈了 都覺得 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 以這次台股過高的格局來講 其實算是非常健康 應該說 跟以往比較不同 因為如果去看裡面的結構 那在對比上 費成半導體指數的話 目前台股的位階 大約是落在16500點左右而已 就是說 不包含這些原物料股 代表說其實一些正規的 像是 台積電設備廠 或者說鴻海旗下的一些電動車廠 它其實都還沒有展開正式的公式 代表說如果之後資金 那正式回歸到電子類股 那成交比之後 上升到六成到七成以上的話 我覺得台股它是 一定還會有高點可以期待 是 第二位 好 我認為還有高點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量是OK的 爆大量之後 其實它沒有持續在爆掉的量 那 這個代表籌碼穩定 然後也顛覆我之前所學的就是說 基地分析嘛 基地分析現在沒有用了啦 對 對 就是說以前我所學啦 高檔換主流是不可能 因為資金只有一套 你傳產就是傳產一波到底 電子就會弱勢 對 可是它竟然在一夕之間 就是那一根長黑之後 反而是電子股往上 可是傳產也沒有回啊 所以就變成說 這是一個良性的往上 然後輪流往上攻 有啦 我印象中好像民國97年的時候 9807跟9859點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看一下我們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線圖 那時候有換 9807 9859點 這怎麼記不記得 我知道 就是那個M字頭 9859那一波是傳產的 是沒錯 9807左邊的那頭 我們看一下 可能K線打不出十年前是不是 我們看可能K線打個十年前的 9807 9859點喔 這個大概2007年的時候 這邊加加加加加 對對對 就是做一個M頭啦 放大放大 類似M頭 它做M頭 可是那時候 9807跟9859點 加加加 這邊 這個是它是月線是不是 好月線 9807這邊有一個M頭上去 對 這下來 9859點是用傳產攻擊的 對 可是攻擊又逃命波下來了 可是你要想說那時候資金只有兩千 兩三千億 可是現在已經是五千五六千了 五千五了對啊 所以就是 那個理由是變成說 資金只有一套 所以它只能拉一種 一個比較大的主局 重點它是先回軟兩千 現在資金五六千億啊 它搞不好真的 全部都可以上也不一定 對 重點是 就顛覆我們之前的想像 對對對這樣講的 現在是傳產也上 今天是全部傳產也上 電子也上 跟那比亞 那時候幾乎 這個9859點它上去喔 是傳產 電子沒有上 電子沒有上 它就下去M頭了 而且它先回檔一個兩千點 所以根本就沒回檔啊 疊一天而已啊 直接上去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講的 很漂亮的換手 有這種換手方式 而且多套資金 多類全面進攻 很誇張 來 現在早會漲的股票不難 沒漲停就是有問題 就是要強到 早的股票都要漲停 這種猛烈的兩個旅遊 第一個 現在有效開付數超過330萬 遠超過過去頂點的200萬 第二個 現在投信管理的資金10兆 10兆台幣 再來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M1B的年增率還在遠超過M2 就大家還是要去投資還是要投資 這個是錢 另外一個基本面的一個要素 GDP還是持續在上 台灣今年GDP的表現 第一季第二季還是強勁的上漲 另外一個就是工業生產 工業生產最直接就是資本支出 包括台積電 現在不只台積電增加資本支出 我們看到各大的 譬如說封裝測試 記憶體 通通連奈亞科 這種 它是不能隨便花錢 一花錢就虧錢的這種工資 它也要大幅度的增加資本支出 我看到全面性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漲價 所有的東西 剛才講到 丹丹丹丹丹丹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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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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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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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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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種時候很多人要解定存去買 買台股買ETF 當然 可是解定存 你是把最保守的資金來 你要做股票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是問題是 0.84% 我是覺得解定存去做ETF是不錯啦 0.84%會讓很多人不想要去存定存嘛 我最近看到什麼 哎呀 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數位帳戶 2% 他我想去存 他想去存 他現在五萬塊 我會成效五萬塊 小吃小額的 五萬塊就不想存了 沒錯 麻煩死人 每個戶頭要這樣分分分 這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外資看 買160億 0.84%的時代 定存0.84%的時代 萬比就一直增長 沒辦法抖啦 160億 外資又回來了 所以你看喔 今年外資基礎好不好 很差喔 今天外資如果沒記錯 還在賣超嘛對不對 嘉軒兄對不對 還在賣超嘛 今年外資還在賣超 等外資回來的時候 行情熱了 哇 外資內資夾急啊 是 合公台股啊 再拱上去 所以你看 外資現在一定很多人說 你們外資怎麼做的 是不是 就是輸賞戶嘛 對 現在沒得看外資了啦 對 現在沒得看外資 不管你我行情照廣啦 台灣股市也是一樣 剛才其實 我們Posh 崑珍也說啦 台灣股市就非辦而已 大概16000多點 那現在為什麼可以到17000 為什麼可以創新高 因為傳產金融都給它噴出去了嘛 沒有 這跟大家講 好 外資不重要了啦 不要看了啦 三萬口不用看了喔 我們 不是 因為我們有講過了嘛 現在外資期貨沒有參考性的 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它是把那個台灣50反應的資金 現在已經在避險的部位移過來 對對 把台灣50的避險資金移過來而已 因為它有上限 以前沒有上限 好不好 台積電營收明年充兩道大關 所以外資都很敢講啦 是不是 明年大關怎麼樣 你看喔 台積電營收 台積電目標價喊7777 Like it 7x7 對不對 你看 外資分析師搞得 比以前台灣分析師 還台灣分析師啦 是 大家都在搶標準 不是 他在搶標準 777喔 對啊 是不是 有777就算了 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星星的股價 168 對 最好是啦 都是要故意的話 一路發 177 然後777 最好是跟目標價剛好啊 是不是 然後以後再跟188 再跟199吃到飽 是不是 都故意升上目標價 很能誇張 兩兆營收 其實明後年 最晚其實後年就有機會 因為 復合成長率15-25% 才算的話 本來就有機會了 所以這個也沒什麼好講的 好不好 美股牛市還沒完 還沒完 這真的還沒完 全球貨櫃海運缺船 拉緊報 你一下我把它喊一下 雞絲又來了 對不對 這個應該準備雞絲麵才對 雞絲麵 對 調侃他們一下 看雞絲麵也賺價了 因為沒有雞絲 對 你怎麼知道我先調 很多很多東西 沒有被餵飽 是 對 沒有被餵飽 今天 最近今天蠻累的 沒有被餵飽 前電子股 重返主流 沒有被餵飽 今天全部都想吃 剛好準備都是我喜歡吃的零食 好不好 好 太棒了 電子股充滿主流 那囤房稅 周四喘關 財政部嚴正引貸 會不會喘關 我覺得沒辦法 我覺得 可能就是在野黨 就是做個噱頭啦 可是會不會 整個執政黨說 那你們要囤房稅 我也會給你囤房稅 是 那不得了 那台股 會噴通 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自從那個 土地合一 2.0嘛 對 房稅 房地合一 叫房地合一嘛 對不起 房地合一 2.0 2.0以後 你們發現到 資金往台股很明顯 流了 是 大量 更不怕外資 以前會怕外資喔 所以打房以後來台股 哇塞 我們福利社 我好開心喔 你知道嗎 我們點運率就變高 對啊 自從打房以後 是 典力真的變高 我們點運動則5-6萬 我看都快哭了 你知道嗎 我跟大家講 我們辛苦每天想哏了 我要跟你拎拎 你們重播你們自己看 4月15 19號到現在 我們快速的看這些 這五檔股票 從4月19號到現在 漲多少 電線電燃強強棍 有看到嗎 大家拎拎 是 所以就要在這邊 那時候多少錢 22塊 現在24塊 一根漲平板 再來 大牙 大牙那時候 24塊 23塊 現在 30塊 對 29點 20%了 對 20%以上了 好不好 來 然後呢 核基 核基 都是電線電腦相關的 你買核基我來頂 什麼 你買核基我來頂 對 你買核基我來頂 核基講那個哏對不對 基頂 基頂最近不能出現啦 因為聽說 那些 他去跑山田 去跑山田 聽說有個什麼柯威特的 自足簡易 已經在隔離了嗎 也在被隔離了 他是不是應該被隔離了 是 也跑去跑山田了 同樣 他跟那些高危險群在一起 應該被隔離 開玩笑的 22到28也漲20幾%啦 好不好 好來 這個股票都漲20幾% 是 台南丟丟 我們台南丟丟 我們freezer真強 船產真強 對啊 好不好 那這個是佳阿軒兇 哇 佳阿軒最近是船產完啦 好 走路 以前大家不想聽他唱歌說 沒關係 他船產這麼厲害 勉強聽一下唱歌沒關係啦 好 越聽越好聽 有賺錢就開心 你看那時候跟他們講 欣欣育名 BCI是算11年新高 BCI你自己看這些 育民欣欣 不得了 不得了 有沒有欣欣那時候講 已經漲很多了 還在漲 哇 媽媽咪啊 25到36塊 那更強喔 漲40幾% 好不好 育民也是 育民也是一樣 那時候你看到 52到70塊 1塊40%了 齁 佳軒哥現在走路有風 是不是 更不用講會員也是一樣 都是剛才你的圖表 太多了 租房不及被窄 反正那時候我們全部講 韓運王 哇我們今天真的很厲害 我們今天還是會講喔 今天換那個 好像 昆蓁會稍微講一下下 好不好 齁 來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今天今日我最貼 這個股票我們看一下 七欄 七欄股票我們看一下 華為的漲 來 這聯電 看一下 聯電的走勢圖 華興 選你們一個最厲害的 電欄的 好不好 館明 這台股太強了啦 會揚 好不好 不買的都會揚好不好 都想買 手揚 欣揚 欣揚 來 石拳 欣揚 欣揚 星光鋼 哇 紅遠鎮 成交量大了嘛 證券股漲很正常啦 好不好 以前有人說證券股漲的 台股韓情差不多over了 那個鋼鐵股漲的台股韓情差不多over 看起來都沒over 沒錯 這幾台股票我們選一檔 好 那我們鐘哥先 我選星光鋼 好 因為我覺得整個鋼鐵族群來講的話 它跟航運族群 雖然都是報價上漲族群 但是我覺得說 整體的航運族群 它也許今年是他們整體獲利高峰 但是如果以鋼鐵族群來講 有機會 像是中鋼跟星光鋼 有機會他們這種高檔的獲利 然後延續到未來變成一個是常態 對 那理由我等一下再來跟 有可能 有可能 除非是散磚的 因為散磚有些是要 運輸到鋼鐵原料嘛 對不對 原物料的 不然其實你說蟬龍萬海這些 可能是今年是高峰嘛 因為外資EPS都是逐年递減的 好不好 因為現在是功能染疫嘛 以後功能沒有染疫怎麼辦 沒有疫情怎麼辦 來 那家學哥 我選廣民 廣民第一個是廣達集團 那他有三個題材 第一個題材 就是最近最夯的這個奇亞B 因為他是幫這個 硬碟大廠去做這個代工 然後他又有機器人的一個題材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有機會我會來講 好 再來 陳彥兄 因為我的時間管理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同時選華欣跟惠陽 對不對 我喜歡這答案 對不對 時間管理做得好的話 華欣跟惠陽 為什麼不能從 自選華欣還台欣 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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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錯 華欣 第一個當然 當然這個 銅價持續大漲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 不選金融股 金融股 但萬一不小心想要台欣 不要 就這個就好 華欣 那基本上我覺得 銅價大漲 當然第二個你看銅價 在文物料大漲上 整個散裝的運輸 我覺得還是持續看好 好 時間管理大師 就是你了 好 華欣跟惠陽 來我們看下一個階段 再來下一階段 財經大頭條 來來來 我們請時間管理大師 中哥 沒有他不大頭 我頭比較大 帥氣 你等一下時間管理大師 他會生氣可以講 人家可是 算不錯的喔 專情 才算專情的 好啦其實 以目前來講 就像哲剛剛所講的吧 目前幾乎是 所有東西都在漲價啦 是 對那如果以股票來講的話 當然如果跟 所謂的報價上漲扯上面 是 那基本上 不管他獲利能力怎麼樣 我都覺得他 會有他的上漲空間 都在漲欸 對真的都在漲 強迫理財 真的是 不會做股票的人 真的很可惜齁 對 好那 其實以 報價上漲族群來講的話 應該算是非常非常多 像是航運 鋼鐵 甚至是聯電也是一樣 那被動元件 記憶體 全部都跟報價上有關 對那我今天就特別拿出說 航運 鋼鐵 還有兩檔電子類股 聯電跟星星 我來特別去介紹 好那我覺得說 以整個 我們先看一下惠陽 以惠陽來講 我會覺得整個 航運類股 可以放在一起講 是 因為不管是惠陽 長榮 還是陽明 就我看來 我都覺得現階段的股價 其實已經有一點點 超過那個合理價格了 對 所以你覺得惠陽有點超過了 我個人是覺得說 惠陽跟長榮 或是說陽明 都已經超過了 超過了 所以我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 因為我覺得說 分析這麼多 那其實 最後總過一句話 就是它的報價上漲 那我會覺得像 航運類股的話 要嘛 那你就是現階段 買進 那你就是閉著眼睛 可能放到第三季 第四季 都不要去管它 對那如果說 你想要去做短線的話 我會覺得像是惠陽 或是說等一下的長榮 那你就用 可能五日均線 用比較短一點的技術指標 來去操作它 因為其實像剛剛哲講的 我是蠻認同的 以現階段來講 其實很多技術指標 都已經有點失真了 不重要 對甚至是 包含說外資的買賣車 也有點失真 對但是 相比起像是其他電子Lag 我覺得說 你不用去用 技術指標操作沒有關係 但是像航運這類型 我會覺得 因為它的 天花板 比較難去預估 對那這種情況 你去用技術指標來操作 反而會 多一點的保障 我懂了 比如說這個東西 你叫破五日線嘛 對 對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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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強勢了 你看 如果是看月線的話 來不及你會受傷很嚴重 對 你可能要看五日線 因為它是沿著五日線 五日或是三日 它週期比較短一點 它週比較短 因為它是非常強勢的上工 對 五日線破了你就要走了 好不好 你反而看 基本面0.7你也不知道年底會不會好 所以你反而覺得到年底 我自己 現愁一下 我反而覺得年底 不一定能放 現在做沒錯 可能要提前一點點 因為年底可能 美國功能就不缺了 對 可能說該打疫苗打疫苗了 對 所以我覺得說 比起像是這些 航運類股來講 我反而是比較推薦 所謂的鋼鐵類股 喔鋼鐵類股 對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新光鋼 那長榮呢 長榮你就不講了 我覺得說整個航運類股都可以放在一起講 放在一起講 蓋不去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報價 看一下報價好不好 好看一下報價 因為如果以長榮來講的話 就是換算它目前的一些 股價禁止 看看那些報價 你解釋一下 這個報價海峽型嘛對不對 所以海峽型你今天沒講到嘛 有報價在晚上養嘛好不好 對 我覺得說 分析到最後都是殊土同歸 都是說報價在網上 我懂你意思的 對對對 所以這上海的報價 像是帶動中國的報價 之前佳軒哥有講 那這個看起來 你好像不以為啦 你比數一下 沒關係 沒有啊 我認同閃莊 但是長榮跟陽明我覺得 貨櫃的 貨櫃不用 我比較難掌握 因為第一個他們基期太高 我們當時候推薦在 閃莊的時候是 剛好第一打剛上來 對對對 可是那時候長榮陽明已經在高檔啊 我是有高低階的區評啦 對 所以閃莊應該還是有機會 我那時候講長線看貴陽 信心玉明嘛 信心玉明還OK 還OK 我上禮拜五講的時候 他應該最差會走一個高檔區間 對對對 你有講 然後過高的時候你再去看 報價有沒有跟上 好好好 你那時候有講 所以你覺得長榮萬海不要追了 對 那信心玉明要不要追 對 也很難 還在可以接受 還在可以接受 要追可以 可是不要 再長上去就不要追了 過高就不要再追了 過高反而不要追 雖然報價上去已經長太快了 好 那乖離一高修正也高嘛 所以你要好 看得出來就是我們崑森不喜歡 韓運股 可是沒關係 跟你講的也有道理 感覺剛價剛開始而已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覺得說同樣是這類型 對 剛開始 對 剛開始 好 那以鋼價來講的話 為什麼我會說 展示剛剛好 現階段還可以去買 是 那我會覺得說 我們就直接拿中鋼來舉例 以中鋼來講的話 他其實現階段面臨到一個 我覺得說比較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好 現階段 其實鐵礦砂的報價 它是有一點在下滑的跡象 對 因為中國說碳中和嘛 他們要去減碳 那減碳的情況之下 那自然會使整個報價慢慢的下滑 那甚至說 淡水河谷 它也慢慢開始去 開始它的產能 那也會使鐵礦砂整個報價下滑 那其實鐵礦砂報價的下滑 那如果說 好 鋼價維持在高檔 那鐵礦砂下滑 代表說中鋼它的煉鋼成本 會來的變得比較低 那它整體毛利會慢慢的升高 對 那我覺得說 這種情況的話就變成說 它的成本可能 成本降低 但是需求不變 那再加上說 其實未來整個鋼價 都還有在上漲空間 因為主要是 它現貨的報價 跟它目前的合約價 它至少都還有 大約是 3到5成左右的上漲空間 對 那如果說 好 中國 他們的碳中和政策持續在進行 那一些 國價鐵礦商 持續在往下滑的話 其實中鋼它是有機會 它目前的獲利情況 那就會維持到 未來的可能兩年到三年 等於說 它跟航運類股 稍微有一點不同 是航運類股可能今年是高峰 但是以中鋼 或是其他的鋼鐵族群來講 可能說近幾年 甚至可能說近5年 都會是它的一個高峰 它高峰的時間會比較長 對 所以我覺得 中鋼它是反而是比較有上漲的空間 你說大陸跟美國基礎建設 建設了兩三年的就對了是不是 對 所以它剛開始漲而已 那我今天有聽過消息就是說 因為中鋼是台灣人口 人數股民最多的 對 那聽說最近那號子裡面 對不對 這個沒有哀嚎之聲 可是很多 打電話來的都是一些 老股東啊 中鋼股東 欸我要賣掉了 欸我套30年了 我沒有這麼誇張 我套10年了 要賣掉中鋼 反而是新的散戶 很趕進這些股票 好不好 這中鋼 中鋼是新鋼呢 那以新鋼來講 我覺得說 當然它在鋼鐵這部分的 的一些 利多是跟中鋼差不多啦 那還有一點是說 新鋼它持有中鋼 大約是5萬張的股票 而且是當時還未起漲的股價 對 所以換算下來 其實它的 就光算中鋼今年的股力就好 它的業外收益 至少可以貢獻大約是 0.3元的EPS 對 所以我們就先不去看其他的 光是新鋼持有中鋼的股票 那對於它獲利的貢獻 其實就會很漂亮 對所以我會一起推薦新鋼 好 那這兩檔如果要選一檔 你會選誰 我會選 中鋼 中鋼喔 可是新鋼有一個風電代工 我覺得說中鋼它的 喔 新鋼它還有去風電 因為它有去轉投資一些 風電的鋼架 這些比較偏向綠能的一些產業 那我覺得說中鋼 它還有紀念品可以領 你這個原因 那我買靈骨就好 還有呢 你開玩笑的 它有什麼原因中鋼 它有什麼原因中鋼 它主要是 我覺得說中鋼它還是龍頭啦 就是說 喔 買比較穩的啦 對對對比較穩 不一定長最多 可是你有替大家想 你覺得比較穩的 OK啦 鋼鐵不會買就買這些嗎 對 是不是好 謝謝你 最後你聯電跟新鋼 我們再講一下 好 那我覺得說 聯電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8吋今天一直在漲價 那代工成本一直在漲 就一樣是報價上漲啦 對 那我就直接給各位一個數字好了 以聯電目前的漲價程度 跟它接單情況來看 今年的預估EPS 大約可以落在2.5元到3元左右 對 那如果說相比起其它的本益比 大約是給它25倍好的話 其實聯電目前 有開頭的價位 是還有上漲空間 喔 你的意思是2.5 對 就給它一個結論的話 2.5 才25倍 25 625嘛 62.5到 到那個75塊 差不多 2.5 就有機會3塊啦 3塊25倍就75塊 差不多 那它27要法說會 那這些法說會 其實它適應在 是不是講法說會的題材 我覺得說它是提前發酵 短線上它一定是在 反正是法說會的題材 但是如果說 那花到法說會之後就跌了 我覺得是有機會 對 它可能法說會隔天 可能會開高走低 對 但是這個東西是短線的 畢竟說現階段 當中真的太盛行了啦 好 如果法說會開高走低 反正可以進場 對 一定可以 那長線的話我覺得 7開頭是有機會 7開頭好不好 對 我沒叫你講目標價 好 又股民反映說 阿哲哲你 叫人家一定要講目標價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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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303月星星的話 168 好 外資喊168 那其實比起星星 我要從星星 我們很可憐 外資可以喊目標價 我們本土分析師 你們都不行喊 合理價我們講合理價 合理價好 對 那以星星來講的話 他當然也是一樣 就是說ABF宅板的 供需缺口跟報價 不都在上漲嗎 對 但是我覺得說 星星今天的上漲 那也許是從 聯電所帶起來的 因為其實你去看 其他ABF三雄 就像是 南電跟景碩 今天漲勢其實沒有這麼的強 對 但是如果 看到說好 星星的上漲 那其實從 目前來講 我反而會比較推薦 3189的景碩 景碩 對 好 那之所以會這麼講 主要是說 ABF宅板的供需缺口 它從今年第一季 報價就已經開始在上漲 但是大家如果去細分的話 其實 它裡面還有一個 所謂的BT宅板 對 那BT宅板的報價是 從大約是第二季 它上漲幅度會比較大 那這些營收占比來講的話 其實景碩它在BT宅板的占比 是比起星星還有南電都還要大 對 所以如果說第二季 那要選一檔說 ABF宅板來操作 其實我反而會推薦 今天比較弱勢一點的景碩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都離不開報價再上漲 你多一檔景碩 沒有 其實從星星那帶到景碩 那你覺得星星來景碩比較好 我覺得景碩會比較好 那你為什麼 你不要一直加薛老師好不好 因為今天 星星比較強勢 大家可能會注意到星星 可是你覺得中環其實景碩比較好 對 好不好 老師上次講一講以後 反而是別的股票 中鋼講一講以後 中鋼購講一講以後 哇 選另外一檔股票也蠻特別 這六檔裡面你要選誰 請說不要吧 六檔裡面選一檔吧 我就說中鋼啦 中鋼喔 還是中鋼喔 我懂 你看這三年的行情 替大家好 想很多 你算同班股嘛 中鋼都快變 不是同班股 是什麼世界 好不好來 那我選聯電好了 聯電好了 好不好 反正聯電 滿便宜的 本益比還算低 然後 我選中鋼 中鋼 中鋼 因為中鋼當時候我們分析的時候 只要他第一季賺100億 就有機會越過 2011年那個3536的高點 那後來也越過了 那因為他第二季報價 3536是多少 35 你說35 3536是 3536的高點 11年前的一個價位 可是那 所以現在股價也越過啦 對越過 對沒錯 那現在第二季又調漲了嘛 那調漲 我認為第二季會比第一季的0.65 還要來的高 所以我當時候推估是 36到54 他的歷史高點 這個區間的中間去遊走 因為要看他第二季賺多少 如果單季能夠賺1塊 那54塊一定過 那現在就是 第二季要等第二季 所以中鋼我認為 我現在建議偏中短線操作 因為量大第一季飛高點 那個高點會再過 謝謝你 我們時間不夠了 好 而且你也不用緊張 下一段還是你的時間 謝謝 好 所以我們趕快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這六檔剛好沒時間了 所以沒關係啊 我們請一下問你一下 跟我講答案就好了 你要選哪一檔股票 匯陽 匯陽 為什麼又匯陽 你又匯陽了 為什麼匯陽 沒關係你上次有跟我講過 因為匯陽 你不是有講說 一年要賺8塊 沒錯 對對對 你看匯陽 對啊 所以我們來 歡迎來到下一個階段 好不好 股市甜甜圈 焦田股 方米圈 我們請家軒哥 軒哥來來來 這個大腦 回憶記憶 還是記憶體 來 這個我們今天重點是記憶體 那我其實今天噴的大概都是這個neverage的部分 像譬如說雨瞻啊 然後那個石拳 但是我把它拿掉 我現在留龍頭 然後介紹一些比較 石拳上次你有講耶 石拳上次庫存很好耶 對第一名 第二名是微光 你反而不理他了 不是啊 一直重複講 一直repeat 你覺得沒什麼特別是不是 我保留兩個龍頭 記憶體這個英文叫做memory 所以有一首歌是這樣唱 是快沒時間知道嗎 好那算了 現在下一次好了 直接 歌還沒播不開 不是 好 那這個我們就 不是要唱的歌要一分鐘啊 沒辦法啦 兩句而已啦 兩句 兩句 沒關係啦 我就繼續講 沒關係趕快 兩句讓你 真的嗎 Memory All alone in the moon 好 兩句的 好 OK 開心了 好 好 那滴潤報價上揚 什麼意思 什麼 那個 記憶體是memory 所以這個 剛好帶到這個 那種歌的 歌劇那個貓的主題曲 叫memory 對貓 這個今年下半年要來演 我常常聽貓的歌劇 我說聽不出來 真的嗎 聽不出來你在唱貓的歌劇 那真的是我的不對 沒有啦開玩笑了 好 那這個滴潤報價上揚 因為我就簡單帶過啦 因為 供給沒有增加嘛 那需求又上來 那最近是因為奇亞幣 奇亞幣 我們等一下重點會放在奇亞幣 好 那下一檔 什麼叫奇亞幣 不同於比特幣 因為比特幣是用這個 這個處理器還有CPU GPU去挖礦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耗電 那奇亞幣不需要 它只需要比較大量的硬碟的空間 所以就造成了 因為現在中國跟香港 它最近都在挖礦 挖這個奇亞幣 那因為它不需要耗電 不需要大量的運算能力 不懂不太懂 那不需要挖 你又說在挖 那又說用儲存 到底什麼意思 有些平常都是沒有可能不懂 應該是說它有另外一種程式 相較於之前的比特幣 好像是中本聰發明的 那個要用運算力去挖 它有另外一種程式去做 但是它這個部分是需要 比較大的這個硬碟的容量 所以是另外一種它不會耗電的 所以它也稱為這個綠色比特幣 它就是比較環保一點 所以就是最近有比較 有這個風潮起來 在中國大陸跟香港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需要硬碟的這個需求 就兩種 一種就是HDD 傳統硬碟 那另外一種就是SSD 固態硬碟 所以你可以看下一張 最近 它不用一直耗電來挖 好你看喔 Seagate是全球第一大的這個硬碟的廠商 你看它最近漲了一倍 從43到89 漲了一倍 好那你看喔 美光最近在整理喔 美光 那我的意思是說 最近的記憶體有兩種 一種是揮發性 第二種是非揮發性 揮發性叫做低潤 那低潤以美光為首 南亞科 現在我不推薦南亞科了 因為美光開始整理了嘛 我反而推薦非揮發性 肥揮發性包括兩個 第一個叫Net Flash 第二個叫做No Flash Net Flash 因為它可以轉化成這個 SSD做固態硬碟 所以 因為Seagate往上 所以造成 Net Flash可以轉換SSD 對 Net Flash最近 最近的這個 每一檔股票都幾乎大漲 好那我看 我幫你解釋一下喔 你這什麼可能講太快 聽不懂 Net Flash對不對 你可以轉換SSD 然後就可以抓 就可以挖 然後就可以作為7RB的證明 有兩種嘛 傳統硬碟跟SSD 固態硬碟 去做它的一個儲存的設備 那Net Flash可以做SSD 對 沒錯 那你這個是感覺 可是你看 Seagas 你碰到它就在漲了 你看傳統的一般的低潤的 你看它就沒在漲了 對 美光現在在整理啦 我們等它突破 再去看南亞科 所以我最近沒有推薦南亞科 所以甚至7RB真的是有在發威 好那你看一下 好那看下一張 好那群年的一個部分 我們之前就有推薦 那基本上其實去年賺44塊 本業賺28塊啦 其實以目前來看本益比 今年如果說有30塊以上 本益比其實還好 很低耶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啦 好 那請導播把群年的月線圖 把它打出來 它的歷史高點出現在什麼時候 2008年的時候 沒時間的 真的嗎 我快一點 會不會突破 因為聯發科都過歷史新高啦 對 好 739 過的話我再講一次 好 來 群聯 好那下一檔 威剛 威剛 威剛是全球第二大的這個 低潤模組的一個廠商 好 第一大我等一下再講 那因為威剛是剛才 我們之前有講嘛 這個它的 庫存跟股本益比是第二名的 第二名第一名是值全 第二名 去年賺了快7塊 今年有機會8塊到9塊 其實8塊到9塊本益比也大概十幾倍 並不會太高啦 對 可是它以前股價也性相當的就十幾倍本益比啊 呃 是因為現在台股的整個本益比都提高了 對如果說它的報價有持續在往上 我們當然也要看企業比 對 那它要立成 好再來 立成 好我剛才講的 威剛是第二大 第一大是誰 金斯頓 那金斯頓是立成的大股東 好我請問各位 那它的這個 東西會不會交給立成去做後段的 封裝測試 一定會 那去年賺了8塊 那配息是大概近幾年來新高 然後 我記得它持利率不錯 它好像有 對持利率還不錯 有列入高股息的ETF 然後3月營收 其實還維持在一個高檔 那據說今年要賺10塊 那10塊其實以它目前剛突破 現行剛突破 116來看的話 本益比大概也只有11、2倍 去年賺8塊 今年說要賺10塊 所以這個 呃另外一種 呃 就是低潤模組的後段封測 我認為也有機會是會 金斯頓的 想下一檔比較會賺的好不好 欸會賺的 好 這一檔是Seagate概念股 我今天特別把它找出來 厲害喔 4成 喔 它的營收有4成都是來自Seagate 那Seagate 那我認為這檔也會受惠 那最重要它是有轉機啦 因為去年的第四季 它已經賺了1.2元 單季已經賺了1.2元 那3月營收又維持在一個相對的高檔 那我認為說只要它維持這種態勢下去 所以今年大概5塊到6塊應該不會變 那如果說7RB再起來的話 那這一檔是Seagate概念股 油轉機可以去做留意 那旺宏是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No Flash 可是大家去注意 比較沒有受惠就對了 比較跟奇亞幣沒有直接的關係 我推薦它是因為它跨入車用已經14% 全球第三大 那No Flash其實你去留意喔 6寸晶圓廠很多人要搶它 聯電還有這個洪海 那它就變成一個進可攻退殼手 你要來跟我買是不是 我就把售價提高 要不然我就 現在缺晶圓代工 我自己做啊 它進可攻退殼手 那這6檔你要哪檔 我們趕快看一下走勢圖 來 我還是選群聯好了 本益比還算低啦 我認為如果說聯發哥帶上去 好 非常有機會創立指釘高 那哲哲我選那個 選歷程 因為我覺得它紀錄線已經剛突破 對 希望同朋友不一定要追高嘛 第二個其實封測最近看起來在動 你看日記官在動了好不好 對對對 封測族群嘛 第三個它遲早會受惠嘛 而且它 我記得它質地率蠻高的 好不好來 我們看一下破許男 簡翻你句話你想哪一檔 歷程 歷程喔 因為其實我看法跟哲哲一樣 因為今天其實 縱觀整個族群來講的話 其實整個封測族群也算是相對來講 比較整齊一點 我跟破許男常常的眼光一樣 看事情的眼光 看人的眼光一樣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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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程也是一樣突破第一根嘛 好來 好再來 我跟肉依的想法一樣 不是跟我嗎 我覺得肉依 誰管你 誰管你 台星 不是台星啊 花星 花星 好啦 其實如果你去看那個日月光的本筆 都可以拉到18、9倍 對啊 它如果照這樣拉的話 那個股價的比價空間蠻大的 喔會長得很大的喔 兩層以上喔 來 兩三層以上喔 來 所以告訴大家 哇賽 記憶體一起瘋狂一起喘 記憶體族群全部強 所以投資廟我當然歡迎你通道 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不好 最後要跟大家講一下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臉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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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閃電五連連 我真正的空軍 真正比我更需要戴墨鏡的 來 看一下最帥的 王文楊克希希 王文楊哥好 你今天是誰啊 你今天是誰啊 我今天是 這個元宵姐嗎 我都不可以 很標準 我都不可以 你忽然 說到他 你忽然 你忽然 我忽然 你忽然 你忽然 對 我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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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忽然 就是在剛剛那邊 他會有不及本站 他不會忽略 零肉 轉角 賣人隊 他有降伏是他的水 他不會過激 對 他不是那種時間的味道 他會有點封面的降伏 他現在太多久了 這樣子 這樣做我們每天三晚間 8點 走路上就走路 走路上就走路上就走路上就走路上 謝謝光臨瘋狂股協福你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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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 Deus付了 我愛你 我們會變回